吴婉 你比較有在買菜 你覺得現在很多東西 都在漲 是嗎 而且我跟你講 我覺得錢變很薄 我舉個例子 我上個禮拜 然後去全聯 我其實數一數 因為那時候 那個店員幫我算完之後 我真的有點愣住 差不多一千塊 就是找一點零錢這樣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消費的那種感受 其實是很強烈的 因為我們固定 在那個地方消費 像長啊 一般年輕人可能沒有感覺 像我們小時候買 一路這樣買過來一二十年 以前一把這樣沖 有時候30塊就要一大把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大概剩三分之一 你知道要七十幾塊 七十幾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 那個感受就很強 然後我去買棉花棒 我們知道那個 比方說開架式的 以前我都 我其實覺得自己還蠻會賺的 我都買那種補充包的棉花棒 他差不多三個三落 六十九塊 很OK嘛 我們環保都有盒子 家裡都有盒子 你知道後來 我那天覺得 我的外賣看不到嗎 你知道嗎 三落你知道多少嗎 補充包多少 一百零九 你看漲多少 我是覺得這個物價 漲到我會怕 然後你根本不要講 因為我不是講說我外食嗎 因為真的是忙 然後我會叫那個吳伯義 光是一個便當 他默默的一個都漲十到十五塊 跑不掉 然後你不要講 一個月下來 那個就是一筆錢 然後最明顯的 那個憲哥剛剛講到 戰爭對不對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陣子 其實還沒有多久 你想起來 幾個月只有一個而已 曾經那個石油 便宜到 我真的開車 從來這幾年 十年來沒有開過 一湯油加碗 一千塊以來 有糟 有糟就一千塊 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很爽 怎麼有這麼便宜的油 可是現在 兩千塊超過 對 差不多一千五十 才這麼短的時間 以前是一千塊以內 現在是兩千塊超過 你看那個通膨 你真的會嚇到 那個壓力感 所以我們當然要想辦法 看哪邊去開園 來來來 哪些只為命格的人 不用緊張 2022年的下半年 能夠趨吉避凶 好的 請大家把紫薇名盤端出來 因為下半年指的就是農曆七月 很快就到了 那上半年你有什麼不如意嗎 我們看下半年 你有沒有趨吉避凶的機會 那我們看的是固定的公位 我們先來看 是哪一方面趨吉避凶呢 第一個叫做財運翻轉 危機解除 那是什麼樣的組合呢 第一個 一定要找到有功 像文婉的有功呢 是連增加貨均 憲哥的有功呢 是天童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位置 那有功呢 在年月份來講呢 它代表的是農曆八月 那麼對到了之後 找到了之後呢 我必須裡面做到了 五曲加七煞 所以我們兩位來賓 文婉 憲哥 他們都沒有對到 那觀眾朋友 也許呢 你的有功就是五曲加七煞 那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今年呢 是五曲化季 五曲化季 它代表的就是現金短缺 再半就是投資失利 可是呢 到了農曆八月 五曲新就不一樣了 因為農曆八月 五曲化錄了 在這個月當中 它化錄了 也就是五曲新呢 由兇轉籍 所以呢 針對有功有五曲 加七煞的朋友 老實告訴你 這個叫做直接獲利 有三個注意事項 要提醒你 第一個呢 如果你有股票 手邊的股票被套牢的話 那麼農曆八月呢 是你很好的一個出場時機 不但出場你還可以少賺一筆 所以你要掌握住 還有一個呢 就是有些朋友呢 經常在股票市場走跳 那麼到了農曆八月呢 你好好的觀望一下 看一看 是你進場的一個好時機 要鎖定進場的時機 但是呢 懂得進場 也要懂得退場 總之呢 農曆八月呢 在你投資上面 是可以獲利的 第二個要提醒你就是 如果呢 你有錢借給別人 那麼農曆八月呢 是你討債的一個好時機 因為五曲化錄了嘛 那只要你開口 都有機會要回來 要多要少是一回事 但是呢 是可以要的回來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我五曲化錄 人家會主動還我 不可能 討債呢 你得放下身段 去把錢給要回來 第三個呢 就是針對啊 做現金買賣小本生意的 或是拿佣金的業務朋友呢 這個農曆八月 是你一個很好 扳回一城的時機點 因為五曲化錄 給你帶來現金的獲利 那針對啦 有很多朋友 他的五曲呢 並不是在有功 另外有一種狀況就是 如果你的命功 你的財博功 你的官路功 你的牽移功 跟你的福德功 有五曲心的話 其實都可以享受到 農曆八月五曲化錄 帶來的紅利 所以三十天一閃而過 一定要掌握住 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來看第二個呢 之所以能夠趨吉避凶 是因為多行好事 遇難成降 那這是什麼組合呢 我們要鎖定在駭功了 像文婉的駭功是天府 那憲哥的駭功是太陽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的駭功呢 是天良的話 那麼你就對到了 一定要在天良在駭功 那大家也知道啊 2022年是天良化錄啊 可是呢 到了農曆十月的時候 天良又化錄了 等於說呢 天良化了雙錄啊 那天良它是一顆老人心 是一顆獸心 是一顆醫藥之心 它也是一顆 遇難沉降之心 那遇到了天良化錄呢 它又跟賭博有關係了 所以咯 駭功有天良心的朋友 如果呢你平常啊 有一些病痛啦 或是說你有一些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麼一定要掌握到 農曆十月的這樣的 天良化錄的好時機 也就是說你可能呢會遇到一個 能夠為你對症下藥的醫生 或是呢你會遇到能夠提供 偏方的朋友 或是呢你可以遇到一個老貴人 幫你解決你目前所有的困難 所以呢你的問題呢會在 身體也好困難也好 就會在農曆十月得到了解放 但是呢多行好事 並不是說要在農曆十月才做 好事平常就該做啦 只是呢到了農曆的時候 農曆十月的時候呢 因為天良又化錄了 那麼你做的好事呢 他可以雙倍的來幫你計分 做好事做什麼呢 老師比較建議說 比如說你可以去捐官 花費不多 但是你積了應得 那針對呢 駭工不是天良的人有很多啊 那難道就不能享受到 天良化錄的好處嗎 只要你的命工 財博工 事業工 千宜工 福德工都有天良的話 其實在農曆十月 也可以分享到天良化錄的紅令 同樣的這個三十天很快就會過去了 也一定要好好掌握到這個時機點 所以這兩個組合都是能夠趨吉避凶的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玉菲老師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請下班 善採柑 ّ見ん大師